北京时间7月27日下午 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小组赛开始了第一轮的争夺 国宇在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中取得7战全胜战绩 均是2比0赢得首胜 不过正思维黄亚琼在面对东道主选手及凯尔德尔吕的比赛中 稍微显得有些艰难 第二局面对对方的局点连班3分逆转取胜 国宇小组赛首轮赛过 河冰交21-8、21-7凯沙 冯彦哲黄东平21-11、21-14、邱凯祥珍妮 梁伟坑王场21-5、21-12、董星宇、石苍妮 陈清晨、贾一凡21-17、22-20、陈康乐蒂娜 石与其21-5、21-7所轮 刘胜书谈宁21-11、21-14、许心飞许一飞 正思维黄亚琼21-14、23-21及凯尔德尔吕 混双冯彦哲黄东平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选手邱凯祥 珍妮 冯彦哲和黄东平一上来就显得格外自信 冯彦哲的后场杀球威力十足 而黄东平的往前技术更是细腻入微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反观对手邱凯祥和珍妮 在国宇的猛攻之下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首局比赛 国宇组合以21-11轻松拿下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第二局比赛 邱凯祥和珍妮明显加强了攻势 试图挽回一些颜面 但冯彦哲和黄东平并未给他们太多机会 以21-14再胜一局 为国宇赢得了开门红 女双头号种子贾亦凡 陈清晨身陷死亡之组 首轮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 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打得难解难分 陈康乐蒂娜作为马来西亚的顶尖女双组合 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但贾亦凡 陈清晨有过一次奥运经历 加上超强的信念 在比赛中逐渐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以21-17艰难取胜 第二局比赛更加激烈 双方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陈康乐蒂娜有望拿下第二局 不过在加分阶段 陈清晨 贾亦凡的进攻连贯和威胁再一次展现 最终以22-20险胜对手 赢下小组赛首胜 而在7月27日这一天 混双小组赛A组的首轮比赛迎来了焦点之战 正思维黄亚琼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 首局比赛 正思维黄亚琼迅速进入状态 利用威熟的配合和多变的打法迅速压制对手 他们的进攻如潮水般汹涌 让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难以招架 尤其是正思维在后场的连续扣杀 更是让对手防不胜防 而黄亚琼在往前的细腻处理 也为中国组合赢得了不少主动权 在观众的加油声中 正思维黄亚琼以21比14轻松拿下首局 为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然而 第二局比赛却充满了悬念和波折 法国组合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 逐渐找回了状态 他们加大了进攻力度 试图扳回一城 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 正思维黄亚琼一度陷入了被动 甚至以5比11的大比分落后 在被动局面中 正思维和黄亚琼相互鼓励 连续挽救多个局点 将比分追至20平 最终 正思维黄亚琼顶住压力 连续得分以22比20惊险拿下第二局 从而以总比分2比0 战胜了法国组合 及凯尔德尔旅 四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正思维和黄亚琼 这对被球迷亲切称为雅思的组合 在决赛中西败队友 与金牌失之交臂 纳梅银牌既是荣誉 也是一份不甘 他时刻提醒着雅思组合 要更加努力 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四年磨一剑 如今的雅思组合 已经退去了青涩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他们经历了大赛的洗礼 技术更加全面 配合更加默契 心态也更加强大 在训练场上 他们挥汗如雨 精益求精地打磨每一个技术细节 在生活中 他们相互鼓励 共同克服困难 彼此信任 并肩作战 走进拉下贝尔蒙体育馆 一股浓浓的运动气息扑面而来 这座场馆以蓝色为主色调 点缀着白色的线条 简约大气又不失活力 正思维对这个场馆赞不绝口 这个配色我太渴了 蓝色是我的幸运色 希望这次能在这里实现我们的梦想 说这话时 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 而一向沉稳的黄亚琼 此刻也难掩内心的激动 他接过话茬 是啊 这里的场地设施非常棒 我们已经适应了场地和新的比赛用球 感觉很不错 这次的比赛用球是新款 上面有一条紫色的色带 还挺酷的 的确 对于运动员来说 适应场地和比赛用球 是比赛前的关键环节 这次比赛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心理上 我们都很有信心 奥运会高手云集 每一场比赛都不会轻松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不能掉以轻心 最关键的是要放平心态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要相信自己 相信彼此 黄亚琼补充道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互相支持 一起克服 雅思组合的这番话 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内心 和彼此之间的默契 的确 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 除了技术和实力 心理素质同样重要 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心 才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 发挥出最佳水平 而雅思组合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的伙伴关系 也成为他们在赛场上 披荆斩棘的坚强后盾 2024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 大家都知道 中国羽毛球队的正思维黄亚琼组合 和陈清晨贾亦凡组合 因为他们在东京奥运会 双双被爆出冷门 没有夺得冠军 而且他们生涯 也就缺少奥运会冠军 他们都被列入最遗憾的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行列 东京奥运会之后 雅思组合与凡尘组合 都进行了三年的卧薪尝胆 巴黎奥运会 他们已经卷土重来 昨天他们都遭遇到强大的对手 雅思组合遭遇的对手 是主场作战的法国组合 吉凯尔德尔旅 凡尘组合遭遇的对手 是马来西亚的陈康勒蒂娜组合 还好他们都两局 直接拿下对方 本来作为一个组合 双方的成就是相互的 但是细分来看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巴黎奥运会 雅思组合顺利夺冠 那么郑思维的成就 要远大于黄雅琼一个档次 现在就进入正题 跟着我来一一核算 郑思维目前的主要成就是 拿到三次世锦赛冠军 2018 2019 2022 一次汤姆斯杯冠军 2018 两次苏迪曼杯冠军 2019 2023 三次全英公开赛冠军 2019 2023 2024 一次亚锦赛冠军 2022 两次亚运会冠军 2018 2022 黄雅琼目前主要成就是 拿到三次世锦赛冠军 2018 2019 2022 两次苏迪曼杯冠军 2019 2023 四次全英赛冠军 2017 2019 2023 2024 两次亚锦赛冠军 2017 2022 两次亚运会冠军 2018 2022 黄雅琼多出的成就 是搭档卢凯拿到的 根据羽毛球全满贯的定义 同时获得奥运会 世锦赛 苏迪曼杯 汤姆斯杯或尤博杯 全英赛 亚迪曼杯 亚锦赛 或欧锦赛冠军 通俗一点的解释 就是 亚洲羽毛球男子运动员 要获得全满贯成就 她就要同时拿到奥运会 世锦赛 苏迪曼杯 汤姆斯杯 全英赛 亚运会 亚锦赛冠军 亚洲女子运动员 要获得全满贯成就 她就要同时拿到奥运会 世锦赛 苏迪曼杯 尤博杯 全英赛 亚运会 亚锦赛冠军 其他的要求就是欧运会和欧锦赛 别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根据这个定义 如果巴黎奥运会 亚斯组合成功夺得冠军 那么郑思维直接连跳两级 完成生涯全满贯的成就 倒是黄亚琼 无法完成全满贯的成就 因为黄亚琼 少了一个尤博杯冠军 她只能完成大满贯的成就 确实少一个档次 不过这个全满贯的定义 也出现一些争议 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因为使用团体赛来衡量一个运动员的表现 确实有不公平的一面 也有些人说 欧运会或欧锦赛的档次比亚运会 或亚锦赛的档次低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因为羽毛球高手还是在亚洲的多 我很喜欢的名言 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确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 根本就没有到绝对公平的事 最多可以做到相对的公平 对于郑思维 黄亚琼来说 奥运会冠军不仅仅是荣誉的象征 更是他们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此次巴黎之行 他们距离大满贯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小编认为 这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能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们多年努力与坚持的最好回报 接下来的比赛 小编相信他们会继续以最佳状态出战 用一场场胜利 向全世界宣告 大满贯 我们来了 他们的荣誉布上写满了辉煌的战绩 世锦赛冠军 亚运会冠军 全英公开赛冠军 每一座奖杯 都是对他们实力的最佳证明 也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在这对黄金搭档诞生之前 郑思维也曾经历过一段寻找最佳拍档的旅程 他与另一位实力不俗的女将陈清晨也曾并肩作战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甚至一度登顶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 但命运的安排总是奇妙莫测 最终 郑思维选择了与黄雅琼携手 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除了在混双赛场上取得的娇人成绩 郑思维也曾怀揣着对男双项目的憧憬 踏上了一段充满挑战的探索之旅 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舞者 不断尝试与不同的舞伴 寻找最契合的节奏 从黄凯祥到卢凯 从何继婷到刘成 再到李俊慧 王毅律 傅海峰 郑思维的男双搭档名单 几乎可以组成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 这些搭档中 不乏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级别的名将 但遗憾的是 他们都没能与郑思维碰撞出最耀眼的火花 每一次合作 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也伴随着磨合的阵痛 郑思维和他的搭档们 在训练场上挥洒着汗水 在比赛中并肩作战 他们渴望胜利 也渴望找到最适合彼此的相处模式 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在于 并非所有的努力都能得到回报 正思维的男双之路 充满了荆棘与坎坎 他和搭档们之间 或因技术风格的差异 或因性格上的不和 最终都遗憾地走向了分手的结局 在羽毛球赛场上 身高是影响运动员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 尤其是在男双项目上 更是如此 身材高大的选手 往往拥有更大的防守面积 和更强的进攻火力 在比赛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 而正思维 身高只有一米七五 在男双选手中并不占优势 与他合作过的搭档中 除了黄凯祥身高和他相仿外 其他几位的身高都在一米八零以上 甚至还有一米九零的巨人 身高上的差距 给正思维的男双之路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在比赛中 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弥补身高上的不足 而身高差距过大 也容易造成两人在场上配合的不协调 影响进攻和防守的效率 正思维和黄雅琼 这对被球迷亲切称为雅思组合的混双搭档 正摩拳擦掌准备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展身手 上届东京奥运会 他们在决赛中败给队友 与金牌擦肩而过 这次他们是要一雪前尺 夺得属于自己的奥运冠军 看着这对搭档信心满满的样子 我不禁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那对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 杨过初次闯荡江湖时也曾遭遇挫折 但最终在小龙女的陪伴下成长为一代大侠 正思维和黄雅琼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携手征战多年 经历过失利的痛苦 也品尝过胜利的喜悦 这次巴黎之行 正是他们重写神雕侠旅传奇的最佳机会 不过奥运赛场可不是武侠小说 想要夺冠可没那么容易 正思维说得好 最关键是释放出来 状态不能太嗨 还是要控制住 这话听着怪像是在说相亲呢 不过仔细一想 打球和相亲还真有几分相似 都讲究要放松但不能太随意 要自信但不能太狂妄 要专注但不能太紧张 看来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感情里 保持平和的心态都是至胜的法宝 说到默契 正思维和黄雅琼的搭档关系 堪称教科书级别 他们相信彼此互相扶持 这种默契不仅体现在球场上 更延伸到了生活中 想想看 如果所有的夫妻都能像他们这样相互信任 这世界该少多少离婚官司啊 当然 比赛结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 只要他们保持这种积极向上 相互扶持的态度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都已经是人生的赢家了 毕竟 人生就像打羽毛球 重要的不是赢多少分 而是如何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 继续挥拍 希望雅思组合 顺利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冠军 完成生涯的最高成就 也希望中国羽毛球队 接下来都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 一路走到最后为国争光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是郑思维黄雅琼 面对奥运会这样的人生大考 你会如何调整心态 对此您怎么看 好 好 好